汴河在荆山之中发现一块石头 凭他自己的经验 他认为这里边藏着一块宝玉 于是他跟楚丽王说 大王大王你瞧瞧 俺们这块石头里有块玉 楚丽王就问身边的玉公 说这里边有宝玉吗 玉公就说 没有 那就是块石头 丽王生气了 就废了汴河的一只脚 没过几年 这楚武王继位了 这汴河就主着拐又去了 说大王大王 你瞧瞧 俺们这块石头里有块玉 这武王就问玉公啊 说这里边有玉没有啊 这玉公说 没有 这就是块石头 这武王就生气了 下令把汴河的那只脚啊 又给剁下去了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这两天啊 咱们竟讲些个康熙年的罪人了 什么索额图 欧拜啊 还有班布尔善呢 这周接下来的几天啊 咱们做个小系列 什么系列啊 咱们不讲人物传了 咱们呀 讲讲啊 古代的刑法 有人说你这 有点跳跃了吧 你挖的坑 不是还没填上的吗 哎 其实我这呀 就是填坑 前两天 咱们不是提过了吗 有机会呀 咱们好好的讲讲 发配宁图塔 您看这影视剧里啊 这清朝的皇帝 撇唇咧嘴的 经常说一句话 有的说呀 发配宁图塔 永不得入关 也有人说呀 这发配宁图塔 与披甲人为奴 发配宁图塔呀 就属于是清代五行当中的流行 说白了呢 就是流放 不过今天呀 咱们不能抄起来就聊这流放宁图塔 咱们先得聊聊啊 这中国最初的五行 说到五行啊 中国人指的呀 有早五行和后五行 那有人说这刑法就是五种吗 咱们今天说的五行啊 是中国古代官府对犯罪者使用的五种主要的刑法统称 您记准了啊 这五行啊 主要体现在一个法字上 那么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五行啊 叫做刑法 可到现在呢 文明世界了 它刑法就简单多了 就是拘禁 还有呢 就是死刑 当然了 很多国家已经把死刑废除了 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呢 也是因为本国社会的需要 但是无论是哪个国家 死刑率也是逐年的在递减 好咱们不说现代啊 咱们接着翻回头说古代 有的观众老爷一听说聊刑啊 他们就得脑洞大开了 他们会想到啊 什么这个 夹手指 上夹棍 老虎凳 辣椒水 还有像什么这个 烙提烙 以及啊 在传说中对女性那种残忍的酷刑 叫什么 木驴 这些都不在咱们今天聊的范畴之内啊 这些酷刑啊 叫做私刑 都是为了让犯人招供而设置的 也就是说呀 这各个衙门 有各个衙门的高招 哎 不在国家的法典之内 那说了半天 这五刑到底都是什么呢 这早五刑啊 是墨 义 肺 公 大壁 这些呀 都是肉刑 非常残忍 后来的五刑呢 就是吃 账 徒 留 死 咱们今天啊 先说说这比较残忍的早期的五刑 那么这个早期的五刑 是就这五种刑法吗 当然不是 中国人认为呢 这个满掌之数啊 就是五 也就是说啊 您伸出一个手掌来 能比较出来的最大的数 就是五啊 咱们不抬杠啊 有人说呀 中国人厉害去了 能拿一只手 比较出十个数来 对对对 那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但是呢 当年啊 总结出这个满掌为五 这个词的人啊 肯定没想到后来 这勾的成九 是捏的成七 当然了 除了咱们刚才说这五样之外啊 这个夏商周秦汉 这一时期啊 中国古代的这社会文明啊 还不够发达 所以说人对人都比较狠 除了咱们上述说的那五刑之外啊 这里边还有其他很多啊 特别残忍的刑法 这太过血腥呢 咱就不讲了 咱们或者呢 再讲那个其他的五刑当中啊 咱们稍微的提一下 咱们先从这五刑当中啊 最轻的开始讲 这轻的是什么呀 是墨刑 这墨刑是什么呢 墨刑就是往脸上刺字 说到这个墨刑啊 咱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啊 是汉文帝 文景之志的时候啊 这汉文帝呢 觉得这个肉刑啊 太过残忍 他就把这个五刑啊 想废除掉 那彻底废吗 也没彻底了 哎 这墨刑啊 就没废了 一直延续到清晚 墨刑 往脸上刻字这事啊 其实听起来啊 它伤害性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的国家的刑法 被写的很细 您比如说秦国吧 商鞅变法的时候 他就明确的指出 凡犯墨刑者呀 都去罚苦役 而且呀 被罚墨刑的人啊 通常都是被派去修护城墙 在古文当中啊 这墨刑又被写作情面 那么第一个有名有姓 被情面的人是谁呀 哎 您想不到吧 他还是啊 这秦国的帝师 叫公孙甲 他是谁的师父啊 他是太子四的师父 也就是后来的 堂堂秦国的秦桧王 好家伙子嘞 那哥后来的封建王朝啊 那职位叫太傅 了得吗 那么身份如此高的一个人 这脸上咋就被刻成字了呢 却原来呀 他犯罪的 他并不是公孙甲 是太子四 这公孙甲呢 是替太子背的这个罪 那么是偷偷的 这老师就替学生把这罪扛下来了吗 不是 这商妖说了 这太子脸上啊 不能刻字 所以呀 你呀 应该代为受过 因为你对太子啊 有失教导 于是公孙甲就被情面了 汉初的时候 文帝决定废肉行 有人就说了 这汉文帝怎么这么宅心人厚啊 其实啊 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啊 这些肉行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因为连天战争啊 缺乏的就是劳力 人犯了罪之后啊 就被施以肉行 很多时候啊 不是废了呀 就是精神恍惚 基本上失去劳动力了 所以说这统治者呀 才把这肉行给废掉 那么这墨行被改成了什么呢 这墨行啊 被改成了 昆前 成蛋冲 您别觉得我说这个词是外语啊 成蛋冲啊 是修成墙和冲米的意思 后来呢 也有人解作凡是犯了罪的人啊 是男修成墙女冲米 那昆前是什么意思 这昆前呀损了去了 就是把这头发眉毛胡子呀 全剃掉 也就是说在古代呀 你要是看俩金板顶一鸡蛋 在那修成墙 或者在那冲米呢 那肯定就是犯了这个 昆前成蛋冲的罪 也是重在于侮辱你 不再干活多少 说完了墨行啊 咱们再说说异行 要说墨行啊 是对人伤害性小 侮辱性大 那么这个异行 就是对人侮辱性极强 这异行啊 就是把鼻子割了 要说到这种刑罚 那早了去了 因为呀 在甲骨文上就有这个字 传说有记载呀 这个下朝的时候 就有一千多人 曾经受到过这种刑罚 到了周代呢 也很普遍 通常这种人 被割掉鼻子之后啊 都羞于贱人 于是呢 他们就都派去守边远地区的关口 在左传当中啊 就曾经记载到 通常受到这种刑罚的人啊 都是一些市警 他们犯的罪呀 通常都是违背国家杜令 破坏规章制度 耗淫偷盗 破坏治安 打架斗殴 伤人身体等等等等 所以说呀 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到有哪位名人 曾经受到过拉鼻子这种刑罚 不过呀 小的时候倒是从这个小说评书当中啊 听到过两个人 一个叫哈密赤 另外一个呀 叫防书安 至于是哪两部评书啊 我想好取义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我觉得这秦国人啊 都快成战国时期的德国人了 他们都非常严谨 留下的书面证据也比较多 秦简 法律 答问 就曾经详细记载 什么样的人 犯了什么样的罪 才被判 割鼻子 不赢五人 到过六百六十钱 秦义 以为成谈 就是五个人以内 合伙偷窃别人六百六十钱以上的 就得弯鼻子堪成门去 到了汉文帝时期啊 这种弯鼻子刑罚也被废了 被改成什么了呀 被改成啊 痴行 就是挨鞭子 这鞭子呀 它不是皮鞭子 是藤条的意思 先是打三百鞭子 后来呢 又减了一百 打二百鞭子 但是啊 对打哪儿 没有具体要求 要说起来呀 这挨鞭子 总比把鼻子挖去墙 但是一打就是二三百腾杖啊 要是打对了地儿 这完全能打死人 所以说挨鞭子还是割鼻子 孰轻孰重 也很难说 说是自汉文帝以后 这异形就被取消了 实际上 古代统治者 要是想寒碜你 侮辱你啊 什么时候 都能想出这种损招来 混蛋的元朝人 土豹的金朝人 这混招啊 都没少使 哎 您别听啊 都是少数民族政权 这名粉啊 你也别乐 静难之意 这朱棣打进南京城 对付不服从他的大臣啊 也没少使割鼻子这招 比这割鼻子更厉害的刑法呀 就是剁脚巴鸭子了 这叫做肺形 也有人说啊 这肺形啊 就是跃形 不过我个人认为啊 它还是有区别的 这肺形呢 在各个时期 量刑的轻重不一样 重点时期啊 就是把整个脚都砍下去 要是犯的事重啊 就砍右脚 要是犯的事轻呢 就砍左脚 可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呢 两只脚都被砍掉了 这人是谁呀 这人就是发现 河之壁那个人 叫汴河 汴河在荆山之中 发现一块石头 凭他自己的经验呀 他认为这里边啊 藏着一块宝玉 于是啊 他跟这个楚丽王说 大王大王你瞧瞧 咱们这块石头里 有块玉啊 这楚丽王就问身边的玉公啊 说这里边有宝玉吗 这玉公就说 没有 那就是块石头 丽王生气了 就废了汴河的一只脚 没过几年呀 这楚武王继位了 这汴河呀 就主着拐又去了 说大王大王 你瞧瞧 咱们这块石头里啊 有块玉 这武王就问玉公啊 说这里边有玉没有啊 这玉公说 没有 这就是块石头 这武王就生气了 下令把汴河的那只脚啊 又给剁下去了 这和氏之壁的这个故事啊 谁都知道 咱也不忘下讲了 反正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废刑 到了秦以及汉初的时候 那会儿的人呢 虚微的闻命了一点 就不再把人的整个脚砍掉了 这会儿的废刑啊 就是把人的脚痘都砍掉了 也是如是啊 最重者斩其右指 最轻者斩其左指 到了汉文帝时期啊 也把他改了 把这个剁脚痘啊 就改成抽五百辫子了 接下来啊 我就跟您说说 这月形跟这肺形 为什么不是一码事呢 这月形是什么呀 月形是指啊 把这人的磕膝盖割掉 说是磕膝盖啊 其实就是把那个 人的半月板摘下来 这一摘下来 这人啊也就废了 这孙殿不就是受旁圈陷害 受了月形了吗 所以说 我记得这两种刑法呀 还是有必要区别看待的 您想我这一摸得起来啊 就没完 咱们留两段精彩的 明天再说吧 一个是公刑 还有就是大B 得嘞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能和我留言互动啊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这天儿也不早了 明儿见了您嘞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赞并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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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并转发